大家好,我是Kat 今天我們做一個香港的懷舊糕點 香蕉糕 超級容易做 比西式的甜品容易超級多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怎麼做 這次的材料沒有什麼特別 超級簡單 首先有糯米粉 尖米粉 糖 水 油 還有香蕉 首先處理香蕉 剝了香蕉皮 把它們切成小小塊 之後把它們包在牛油紙裏面 再用匙巾把它們硬爛就可以了 其實香蕉呢 我自己覺得用牛油紙這樣做會比較乾淨 但有人把它們放進盤子裡 都用叉碎的 其實你們自己喜歡的 怎麼做都可以的 然後就可以把材料拌勻了 首先就把剛才硬水的香蕉呢 放進盤子裡 之後就可以把糯米粉和尖米粉呢 放進隔西裡 隔走大的粉粒 再加入糖 油 還有水 然後就可以將它們拌勻了 然後就可以將它們拌勻了 說一說糖 其實我這個食譜的糖已經算是小甜的了 你加多少糖 我覺得又很視乎你的香蕉有多熟 如果你說香蕉是梅花點的 那就沒問題了 但如果你的香蕉好像我那些 不太熟 青青的 如果糖不夠的話 做出來的香蕉糕 就可能會酸酸的 其實開糯米粉可以用暖水 或者用冬水 如果用暖水的話 它的成品就會軟嫩 其實就比較好吃 但我這次就用冬水 因為小時候吃香蕉糕 都是硬硬的 所以我想神還原 我小時候吃那個 所以這次也是用冬水 混成這樣 大概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粉粒更滑 就可以用攪拌機攪碎它們 現在這個步驟 其實是純粹想香蕉糕 滑一點 但如果你沒有攪拌機的話 可以散略這個步驟 不過你就要剛剛硬香蕉 那時候就把香蕉硬碎 粉漿預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去蒸 在容器裡面塗少許油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粉漿倒進去 如果你看到粉漿不是很平的話 就可以搖平它 水滾之後就可以把粉漿放進去 這個份量來說 大概蒸20分鐘就差不多了 在蒸粉漿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先炒了糯米粉 這個糯米粉 就是旁邊一陣子 直接放進香蕉糕上面 白鑊放些粉下去炒就可以了 大概一分鐘就會聞到粉的味 炒熟了的糯米粉 就會比原先的糯米粉 稍微黃了一點 說回粉漿 煎到差不多時間 就可以看看它熟味了 煮熟了 有多久 煮熟了 經費 鮮 在這裡 噢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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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将它们切成你想要的大小 这样就完成了 做好了,是不是超简单呢? 大家快点试试做吧,不要弄坏小石失传 这个就是今次的完成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like、subscribe和share 有问题就留言给我 记得追踪我的IG和Facebook 今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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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